我們開始了,各位同學,早安 我們11課的尾,如何證明一條直線是切線 一條線是正切線呢?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繁船定理的相反 如果昨天你有上課專心 你都應該記得,何謂切線定理 就是交錯公認的圓周角的逆定理 交錯公認圓周角的逆定理 1.2 lateral 一行 好 相差 嘗 它的相反就是交錯供應的圓周庫的應敵利 假設你知道X和Y這兩隻角如果相等 這個是前設因 我們就說PQ這條直線是一條切線 只有這個方法可以證明是切線 你寫這12個字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的目標就是找凡船那兩隻角是否相同 如果凡船那些角是一樣的,那它就是切線 如果它不一樣的,那又如何?不是切線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舉個例子,你這裡 60度 60度 你知不知道對面這隻角是否60度? 是的,因為三邊一樣 每隻角就是180度 除3 180度除3是多少? 那就是60度 所以我們只需要告訴別人 它這隻角是60度 等邊三極性質 然後寫這隻角已知是60度 因此這兩隻角是一樣的 OK 所以它就是切線 寫回剛才那12個字 交錯公營的圓周角的譯定理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講完了 講完了 好了,到第20條 證明 PN 是小源在P那點的切線 即這一點是切線 OK 我們如何證明它是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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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它是90度 這裡有些難題 我們先分開來看 首先 你這裡 你要先看大圓 因為它告訴你 即我現在這個紅色的圓 你不要先看藍色的圓 你先看紅色的圓 那麼紅色的圓 那個紅色的圓 那個 on 打橫這條線 就是直徑 因此 你會做到 現在P這隻角 就是90度 P這隻角 就是90度 OK 所以 P 這個是半圓上的圓周角 大家都認識 是吧 第二樣 OP這條線 是不是垂直PN 如果它是90度 那就是垂直 如果它是90度 那就是垂直 是吧 換言之 你現在 打橫這條線 就是小的那隻圓 左邊那隻 我當是黃色 黃色這個圓 黃色這個圓的切線 就是說 紅色這條 我用藍色 藍色這條橫線 就是黃色這條線 黃色這個圓的切線 就是這樣 那你寫回一個理由 那個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切線垂直半徑的相反 那就是什麼 切線垂直半徑的逆定理 因為之前陳幾何時我們都學過的 半徑和切線是互相垂直的 很老老老老老老遠之前我們講過的 第十課 第十一課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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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裏 定理六 就是證明那隻角是90度 現在定理六 是證明這隻角是90度 現在圈著這隻角是90度 好 那定理七呢 就反過來 就是證明這條線呢 是切線 行不行 就是那個因的關係大家要 解釋到 一個就是正切線 一個就是正90度 兩樣東西來的 行不行 那如果你正切線就煩一點的 原因就長一點的 切線垂直半徑的定理 這樣就完成了 OK 好了 那接著呢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二十 一 那證明公元之前講過 證明公元只有三招 記得哪三招 看看是否是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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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我們這條最終 如果我們證明到 A C D 即是這隻角 等於ABD這隻角 那它就是蝴蝶 但是現在難度就 難度就 問你 你能否證明到這兩隻角 是蝴蝶 一樣 OK 那題目呢 就有些 奇怪的 它首先呢 它給你一些資料 你呢 它寫在上面 這裡 那這些是很難看的 那通常你們 記錄了 記錄了之後 你就寫AABB 即是 左邊兩隻角是A 右邊兩隻角是B 那寫完才可以開始做 就好像現在的題目那樣 寫完呢 左邊那兩隻角是A 右邊那兩隻角是B 那你就可以開始做 行不行 好了 那我們接著怎麼做呢 接著我們怎麼做呢 好了 首先呢 它 看這個三個形 下面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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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E BCE 那這一隻角呢 就是多少呢 我當這隻角是C 那A加C等於B 因為是外角來的 如果這裡有一條延長線 在這個位置伸延出去 A加C等於B 那換言之 C等於多少呢 C等於B A調過去 就是-A B-A B-A 就等於C 這隻角 OK 那我做了一個 第一步 好了 接著是第二步 這隻角 綠色這隻角 其實是B 來的 我們現在的目標 就是找紅色這隻角 這隻角 我假設這隻角 D 這隻角 就會等於 綠色那隻角 B 減橙色那隻角 C 我們把D 放進去 B- 因為C 是B-A 我們把它放進去 就是B-A 換言之 你這裡加個括號 你拆完之後 你就會得到 B-B加A B-B加A B可以約 所以答案就是A 換言之 D對於A D對於A就完成了 因為我們的目標就是正D等於A 接著就說它是公元 然後就寫同工營內的圓周角 的翼定理 蝴蝶就叫同工營內 帆船就叫交錯工營的圓周角 看看有些字眼有少少不同 蝴蝶就同工營內的圓周角 帆船就交錯工營的圓周角 昨天有些同學問我 一些理由 扣得多不多分 其實 不是扣得多 假設如果這條題目三分 你的理由寫錯了 但你的邏輯 你的流程是對的 要全對 它就會給你兩分 要求都不簡單 你要差不多接近全部 對 但如果你背背背背背 那麼多理由都是為了一分 如果整份卷有三到四條正明題目 而每個正明題目的理由都要背背背 你才能取得到一分 假設有四條正明題目 那你前後就沒有了四分 所以,我們知道有些人會叫同學不用背 那我就不會叫你不用背 我就見你盡量背就背 那你真是背不了的,那就沒辦法了 那我當然希望你背一下東西 因為除了我們為了考試 都希望你學一下這些flow的邏輯 那如果你什麼都不用背,那讀數學讀來把鬼嗎? 它證明最高層次就好像22條理這樣 一條題目只剩三樣東西 而現在DSE也不會那麼變態 而現在DSE通常一條題目只叫你剩一樣東西 其他那些就叫你計算 即可能它叫你計算這隻角是什麼? 這隻角是不是垂心? 它很少一次我叫你剩三樣東西 這些你也不用那麼害怕的,如果你不懂 但問題就是A部分那個 就是之前我們說過 對角相加是不是180度 這個也不難的 那B那個呢? 就是說你現在問你其中一隻角是不是垂心 那你其實計算是否垂心就可以了 但是C那個比較麻煩 它叫你證明F那個 是不是垂心? 是不是垂心? 垂心,大家一定要背回定義 垂心的定義其實不是很難的 就是三條垂直線的雙交點 垂心即是垂高,高來的,高線來的 那何謂高線呢?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三個形 簡單來說一個三個形 其實你可以畫到三個高,簡稱三個高 簡稱三個高 就是如果我有一個三個形 是紅色 那你現在綠色這三條線呢? 假設是高 其實你兩個高都可以的 兩個高都已經是垂心 第三個高一定是穿過的 就是你不畫第三條線 其實你都知道這個是垂心 對不對? 那麼這些題目呢? 如果遲些我們會講多些 所以暫時你懂一點就行了 因為遲些我們會結合坐標一起考 你現在看到這些題目呢? 全部沒有什麼坐標的嘛 全部沒有什麼坐標的嘛 一堆這些文字嘛 那你會看下去好像很痛苦的 但是你不用怕的 遲些我們會再跟大家深化一下 那麼現在簡單來說 假設現在你這些 你A part 其實我就不多說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些A part 你看都看得明白 因為它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三隻綠色角是一樣 三隻綠色角一樣 那麼現在它就 下面這個就是一個共元 記不記得 如果有一個四邊形 如果有一個四邊形 這個等於這個 就是現在我下面這個四邊形 如果它滿足這個情況 它就是共元的 如果你不記得 我們又可以show 那個slide給大家看 這個slide就是 在曾幾何時的這個位 就是外國等於內對國這個情況 一樣的 就是說你證明到外國等於內對國 它就是一個圓內接四邊形 這個也不是很難的 其實它的東西都給你 那你一寫出來就可以了 那就做完了A part OK 通常它一定會給你一些東西 它給了你 你就寫二枝二枝二枝就可以了 OK 好了 不要忘記了 比了長度的 你一樣 就叫做等腰三角形底角 A part A part 這個就是底角 然後這些就是底角 就是這樣 不是很難的 你自己慢慢跟 到B B那個 你可以 玩一招 這裡要教你一個skills 如果我們想證明一隻角是90度 未必直接證明到的 我們反而要怎樣呢 如果我 譬如我假設我這隻角 我想證明它90度 我們要反過來想 證明另外那兩隻商家是90度 都可以的 就是說它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它假設C這隻角就是上面 D這隻角就是下面 如果你證明到這兩隻角的商家是90度 換言之 我現在紅色這隻角都是90度 就是這樣的邏輯 所以它這個想法 不難的 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現在這兩隻角是一樣的 我們就會有C這兩隻角一樣的 另外這兩隻角是一樣的 換言之我們D這隻角也是一樣的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關係 什麼關係呢 兩個C加兩個D 就等於180度 那你抽個2出來 整條息每個數除2 全加除2 222除掉 變成C加D就是90度 那C加D就是90度 正正就是我們要找那個東西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就是想證CBD這隻角是90度 這個技巧 這樣就做完了 很簡單 至於詳細你自己慢慢追蹤 這個技巧 大家 我要告訴你一次的技巧 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證明兩隻角加兩隻角是180度 一隻角加一隻角就是90度 經常都會用的 我們DSE有幾年都是這樣考的 好了,到最後的垂心 垂心就是說我們 證明它是不是高線 其實剛才也引導了你的 B Part 因為我們證明到這一隻角是90度 我們只需要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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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線是否高線 因為這個圖有些難看的 它現在在說外面這個三個型 外面這個三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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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第一點那裡 第一個頂點 拉下去 如果這個是一個直角 這條綠色線就叫高 同樣道理 如果你在另一隻角D那裡 拉到另一處 如果它是直角,它也是高 現在你的目標 如果它是垂心 這兩隻角都是90度 這兩隻角都是90度 其實 CBD 剛才我們做了90度 那你寫回 再B部異證 再B部異證 因為你剛剛證完 那CGE CGE 也是再B部異證 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前面 先看看 因為 B部異證 在CGE 我們都證了是直角 那就是說 換言之 我們就可以證到了 這些詳細 你慢慢跟進 我講過流程大概是怎樣 然後你就兩隻角都是直角 那兩隻角的高線 高線的焦點 我們就為之垂心了 所以你最主要寫回 三樣東西就可以了 哪三樣東西呢? 第一樣東西 你要寫回這條線 這隻角是90度 所以垂直 另一隻角是90度 所以垂直 那兩條線都是高 兩條高線的焦點就是垂心 根據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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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了 那四心的題目 是可以考到很深 這條其實算淺的 可以嗎? 但你們如果要拿高分的同學 我之前說過 四心是不可以忽視 可以很變態的 那你盡力 你能做到多少 都可以幾多 那再瘋線一點 是誰呢? 垂心、愛心一起考你 即是 現在他說H是怎樣呢? H是怎樣呢? 是垂心 垂心 你馬上想回定義 就是什麼? 垂心的定義 即是三高 第一條高線 即是這條直角 即是暗示現在這個位置是直角 E是直角 可以嗎? 還有 紅色這條線 應該都是直角 可以嗎? 因為你現在的三個型 是說 這個三個型 A、B、C 所以它有三高 簡單來說 一個三個型 有三個高 簡稱三高 即是它暗示著這個關係給你 你聽到幾次你就明白了 可以嗎? 這個是垂心 可以嗎? 好了 玩完H 玩完G G這個Point G這個Point 就是它是一個外心 外心 外心是什麼意思? 大家記不記得嗎? 外心只不過是有個三角形 被一個圓包著外面 好了 但我們要想回定義 有個三角形 它有個圓包著外面 那它會是什麼關係呢? 心 這個 你現在可以想回什麼呢? 可以想回 透徹一點 就不用死背了 因為我們以前就叫你死背 現在就不是的 即是中三的時候 李老師就叫你死背 現在我們就不是的 為什麼呢? 我看看可不可以找回那個 好像在第十課 我不找了 總之呢 如果它的原心 它拉下去 它會是垂直而且評分 所以我們就說 外心是有個特性的 就是垂直評分 垂直評分 簡單來說 是三條垂直評分線 的膠點 三條垂直評分線的膠點 三條垂直評分線的膠點 其實今年也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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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說 如果G這個項目 因為G這個項目 因為現在G是外心 那G這個項目 就是它是一個 三條垂直評分線的膠點 那哪三個呢? 哪三個呢? 現在它的題目 不是這條 等一下 下一條 是這個 下這條 在這條 在這條 至於這個項目 就是這個第一條垂直評分線 這個叫第一條垂直評分線 那就是這裡一樣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你要另外拉過去 就是第二條垂直評分線 可以嗎? 可以嗎? 因為你現在是說 外面這個 這個三個弦ABC 它有三條弦 因為這個三個弦是三條線 三條線 我們叫三條弦 在圓裡面 會有三個垂直評分線 這三個垂直評分線 正正就是 好像我現在 剛剛 右手邊 這幅圖 明白嗎? 垂直評分線的膠點 明白嗎? 一定要 看到這些字眼 立刻知道定義是怎樣 你才可以拿高分 你打算拿低分的 這些 你聽一點 一知半解 你都沒所謂 如果你打算 衝四 衝五 這些是不能夠不懂的 那我的責任 當你們每個都是用五星星的教 OK? 只要教的 可以嗎? 當然 在座當中 有些人 未必是 無謂強求 不要緊 至於這些流程 我就不和大家慢慢跟 不過我想提大家一件事 看不看你剛才延長了? 和我剛才一樣 因為這條是高線 所以你延長就可以了 至於你自己慢慢跟回那些 好 我只是說最後的結論 如果你想證明一個圖形 它是平衡四邊形 那怎樣證呢? AH 和CD 那你就隨便證它一對邊是平衡 證到它兩對邊是平衡 那就完美 我們可以怎樣證呢? 通常我們玩 就玩那三個角 同位角 錯角 和同旁內角 那在這個情況 你試試慢慢跟進去 這裡我不和你慢慢鬥了 總之你鬥一下鬥一下 你會發現是同位角 那現在它這裡 就是CRB 即是這隻角 是等於D D什麼? C CRB 等於D AB 等於這隻角 有點難看 所以這兩條線是直角 所以這兩條線就是平衡 真的有點難看 OK? 同樣道理 另外這兩條線是直角 另外這兩條線是直角 這兩條線是直角 這是半… 這是直徑 所以這隻是直角 兩隻都是直角 所以平衡 這兩條線是直角 自己看一看 那些流動 我只是說重點給你 大家不要太介意 好了 另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它的長度 之前我講過的終點定理 是很重要的 記得嗎? 終點定理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關係 就是 如果這裡是1比1 即是這裡雙等 這裡是1比1 另一處都是1比1 另一處都是1比1 這條線的長度 是6 這條線的長度 就會是它的一半3 反過來 如果這條線是3 這條線就是6 同樣道理 如果這條線是6 這條線是3 它這裡就是想寫給你聽 這個關係 終點定理中三學 現在它為什麼會是3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 終點定理 如果這裡是x 你這個位置 就x除2 如果你這裡是2y 你這個位置就是y 至於之後的詳細 你自己慢慢跟進 都很複雜的 即是你要step by step這樣寫 還要右邊的理由是完全一樣 I'm sorry 應該在你們在座當中 未必有很多人寫 好了 整個 chapter就講完了 我們就基本上 再重複一件事 這一課除了證明 因為其實這一課 最難是證明 你相信我 如果你差的同學 都不懂 那麼聰明的同學 不用教 點一下就明白了 所以 你們 基本上 你們都是只有聽字 很多人 所以你做的時候 最重要是做到什麼 做到一些計數題目 計數題目 而證明的題目 你就盡量 將題目的資料抄一次 寫完所有的關係出來 那你就有分 你的次序亂都不要緊 最好就是次序是對的 但如果你次序不對 你隨便寫一些東西出來 就算你寫一些垃圾出來 監考那個見到 都會給你一分半分 有時候會給你兩分 通常我們一個步驟是對的 加理由 那就一分 就是說如果你 沒有理由 每個理由都背不到 你起碼都背到一個半個 那你背到一個半個 其實都會有分 這一課 暫時過一段落 其實整個十十一課 放心 遲些中五的時候 我們會再教 為什麼呢? 因為中五 其實就是 會將第十和第十一課 有一個延展性 它會將這些全部的東西 變成一個有座標的方程 就好像我那天 展示給你看的題目 要用分點公式的題目 我們遲些會再深化 我們不多說 那麼我們 今天我想多開一些 第六課 偷一點時間 開第六課 我們其實就是下一課 就叫做 軸多項式 就是延軸的軸 軸多項式 多項式有三大資料 我們要學的 就是 多項式的除法 多項式的余數定理 就是余式定理 多項式的因式定理 多項式的因式定理 每個多項式有一個系數 什麼是系數呢? 我稍後再說 它也會有一個常數項 簡單來說 常數項就是沒有變數 沒有變數 即是沒有x 可以嗎? 而多項式會有次數 何惠之次數 你們之前學過的就是二次多項式 二次銜數 那有沒有三次? 當然有 三次開始 就是我們現在中四開始要學的 何惠之三次多項式 我給你一個例子看看 很簡單 這些就是三次 這些就是三次 首先我不要教你做這個數 因為差不多下課了 我們首先想告訴你 這個數是一個常數項 因為剛才你要懂得分 哪一個是常數項 這個就是常數項 OK 好了 那麼這條多項式 多少次呢? 我們就看最大那個 如果最大那個是三次 我們就說這個多項式 就叫三次多項式 可以嗎? 可以嗎? 好了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些x二次前面有個二字 我們有個名字 這個二字 我們就叫係數 有很多同學不知道這個字眼是什麼意思 這個字眼是keyword 是數學專有名詞 大家一定要知道這個意思是什麼 是在前面的數字 其實它是一個數字 它是一個數字 而這個數字是x二次前面 那它就是係數 就是二 那它可以問你x的係數 那x的係數是什麼呢? 你說x前面沒有數 沒有數 沒有數不是 沒有數其實就是一例 那你要貼上負 那就是說如果這個情況 負x呢? 這個情況的係數是什麼呢? 就是負一例 可以嗎? 那沒有寫呢? 沒有寫的係數是什麼呢? 就是說x三次的係數 沒有寫就是一例 沒有寫就是一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分 何為之係數 它是一個數字 是一個數字 可以嗎? 好吧 那如果這個數字 其實呢 你可以想回以前我們怎麼做的 譬如我當你27 除5 除5 除不準 不要 我當 除4 4 624 那這個雙減是不是3 記不記得 這裡和這裡 是減來的 記不記得 雙減 這個就是小學我們這樣做的 這個叫直式 去到中學 原來我們可以玩到多項式 一樣這樣做 那明天我們就會教這些 那今堂就給大家看一下 x加3 要乘一個二次方 你才會擺到三次 所以 換言之 我們的邏輯就是想一下 這一塊 怎麼出來 其實就是 x3次除x x3次除x 好 夠時間了 我不會overrun這麼久了 因為你都要少吃少休了 大家可以登出 我們明天繼續 未做功課 記得做回 交給我 拜拜